哈喽,大家好 这一个是水蒸蛋哦 不是豆腐 知道吗,要怎样蒸出这样光滑又嫩的水蒸蛋 我有食不,来看看 首先呢,准备三颗鸡蛋 留着半粒蛋壳不要丢掉 我们用半壳来装水 一颗鸡蛋呢,可以装三次水 现在有三颗鸡蛋呢,总共我要装九次的水 哎呀,不够放 不好意思,换去大碗一点 继续装,装到九次 过后呢,来调一调味道 只是一茶匙的盐就可以了 过后呢,就将它搅拌搅拌均匀 所以要先打好蛋才装水都可以的,没问题 好,均匀了,漂亮了 现在呢,就找一个要准备拿来蒸的那个碗过来 然后一个肉勺 将鸡蛋倒进肉勺内 隔一隔那些 比较粗一点点的那个,它的叶 这样,蒸出来的鸡蛋呢,会很光滑 而且呢,又嫩的 现在呢,找一找有没有那个泡泡 有泡泡呢,就捞上来 这个也是会影响的哦 水然后呢,拿鸡蛋下去蒸 记得用一个盘来关住它 盖住它,防止那些水啊,滴进我们的鸡蛋里面 现在呢,继续蒸 蒸8分钟 正好8分钟关火呢,继续蒸3分钟就可以了 好,11分钟过去了,来看看我们的鸡蛋成不成功 哇,今天成功一下哦 多一多多的,你看,几光滑 我的吃法呢,就是将它切成一线一线这样 然后又再切半这样 撒一点生抽下去,生抽不用太多哦 你这样,摇来摇去,这样给它均匀 好了,过后呢,撒一点葱花 要多要少看个人 然后淋热,油下去一点点 这样就可以了 哇,跟你讲,这一道菜啊 很简单又很好吃的 水蒸蛋 大家不妨来试试做做看这个食谱 保证天天都可以蒸出这样嫩又滑的水蒸蛋 如果喜欢我这个视频呢 记得帮我按一个like,一个share,一个subscribe哟 下一集再见哟